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工具链 那这个你也可以搬过一支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录影了 你看 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出现可以吗 对对对录我的萤幕 如果你现在想要 那个 想要把自己出现可以吗 可以 不用用钢纳软体 这里就有 我想借用它 等一下 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用 我要先关掉一下 你就可以想要出现就出现 想要收起来就收起来 这样你了解吗 嗨 那你想要摆哪里 你就自己摆哪里 有没有这样更灵活一点 对不对 同学我讲解完了喔 拜拜 关掉 笔帮你准备好了 哎 我们今天就是上哪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啦 这支笔对不对 大小用这一支箭头的 大一点 好 按下去 按下去 没有按到 这一支 按下去 正常应该这个按下去 会变箭头啊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 好就是你这些笔 这些功能比如说我要举行的 我在这边 有没有 就可以用啦 那这个笔就等于说我要录影的时候才会出现 当然如果你不要用它的笔 你可不可以搭配这一次 反正萤幕上的都可以看得到 代表就都录得到 好了对不对 好了我就把它停了喔 已经录快两分钟喔 你也可以随喜